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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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印製黑色棉梯給各位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印製黑色棉梯之前呢 我們一樣要先打一下前處理液 我們才可以將我們的白色墨水 印製在我們的黑色棉梯上 那以往呢我們用前處理液噴印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只能使用手動的噴 手動噴呢會有什麼問題呢 它會噴印效果不均 那一生呢推出了一款就是自動噴圖的部分 那使用我們這台自動噴圖機呢 它基本上呢它是定時以及定量的印製噴印的過程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來上我們的 前處理液的部分吧 基本上呢我們衣服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將衣服擺上去 那我們在印之前我們先用毛屑 黏過我們衣服上的棉絮 棉絮有沒有都先黏完之後 我們基本上呢前處理液的設定呢 我們都會幫你們設定好 後方呢也接好前處理液 按開始鍵有沒有它就會均勻的自動做噴灑 噴灑它基本上來回一次之後呢 我們再用我們的壓滾輪 將我們的前處理液壓進去 讓它吃進去 吃進去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平燙機 來做烘乾固色的部分喔 好噴灑完之後呢 各位看到上面會有一層前處理液 前處理液 那我們擺到我們的電動平燙機 電動平燙擺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顧色的部分 烘乾完後它形成會形成在表面 我們就可以來做 深色衣服的印刷喔 它自動下壓 然後它就讓它顧色 好 那我們黑色棉梯經過前處理液 顧色完成之後 我們就帶到我們的 SC-F1030來做印製吧 好我們將圖檔一樣丟進去 它基本上只要是PNG檔 它就會自動去偵測白色 那我們就按打印 它就會傳輸到我們的SC-F1030的機器上 那就可以開始做印刷 然後它先印成白色 好它基本上白色第一次已經印刷完成 它就會開始直接蓋彩色上去 它其實印的速度也非常快喔 好 我們的黑色棉梯也印製完成了喔 它印製的速度呢 其實比以往一些DTGR 印製的速度來的快很多喔 我們基本上印完之後呢 我們會再到我們的平燙機 去做加熱固色的部分喔 好 基本上我們黑色棉梯經過第二次 壓燙之後已經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們再把它抽起來 可以看到我們的衣服 白色墨水跟我們彩色墨水 已經非常的牢固在我們衣服上了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用DTGR印刷在黑色棉梯 它的彈性是非常好 可以看到我們來展現一下給各位看 它彈性是可以拉的 可以拉的 可以拉扯的 對 那基本上水洗呢 一樣喔 有到四級的部分喔